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麼關於2030年的願景 我們可以從國家的發展 再從專業的營業 人民的生活 這三方面缺一不可的面向來探討 尤其是人民的生活 畢竟政府制定的政策 是為了帶給人民更好的生活 我們可以從根本前提 文化藝術能帶給台灣什麼 開始討論 接著我們來從專業領域的另外一部分思考 台灣可以作為軟實力的發展重點的文化根源 到底是什麼 最後我們來從國家發展的前景 我們來討論 未來國家發展政策制定的參考 提出建議 然後更重要的是 台灣的未來 也不是只有靠政府的力量來支撐 也應該讓所有的成就 台灣的未來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第一個是我希望2030年的台灣 變成中華文化板塊的權勢中心 這是一個文化權勢權之爭 這個可以雖小由大 那麼在這方面台灣有它的延續性 有它的體健性 那麼能不能在這裡 我們做出一些成績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使得我們未來在華人社會裡 能不能昂揚的一個最關鍵的意思 第二點我希望2030年的台灣 是最適合人居 而能夠在整個世界上 尤其在中華文化之地的 產生一種生命安頓的這樣的一個島嶼 第三個 我希望它 我們這個島嶼會成為古典於當代融合 而且融合於自然 非常有機融合的一個典範 如果說要談渴望 希望官方能夠擁有 給予民間創意人更多 硬態度堅持 要把創意做延伸的結論 的那種能量 而不要急切地讓它 產生你立竿見影的報告 那件事情民間態度部分在做 所以希望官方在這個平台上面 能夠稍微忽視一下數據量化 能夠讓那些創意人可以堅持 然後我自己的願景 對我自己也對未來 因為今天在座好可惜很多 比我年輕的很多的年輕時代 在關注這個議題 未來希望我們的社會 希望是腐蝕皆創意 人人談傳統 這大概是我個人的小心鏡 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謝謝各位 所以這個地方我提出 就是說有幾個我們如何面對 未來的一個文化競爭 它必須要有一個更寬廣的一種 全面的創造力 然後它一定是要結合藝術性 然後很重要的是 它要把各種不同類科 做一種跨領域的結合跟整合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2030的願景 這是在20年之後才會發生 但是我們在20年後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先從我們今天的定位 先去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 很多還未解決的 自我定位身份的問題 所以我這個地方從兩個結論 來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在教育的這個議題 我覺得我們常常在台灣的教育 就是常常把這個理工科技跟人文藝術 作為一種價值的劃分 甚至於從小 從這個小學就開始 這個去區分成就是學文跟學理的 這個兩條不同的平行線 好像永遠不可能有對話 那這個就導致於我們現在在發展 所謂文化創意這個領域裡面 變成沒有辦法去把兩個領域 做一種很好的一個整合 那第二個呢就是 必須創造一個新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我認為 我們現在應該要很快的馬上有一個 國家級的藝術跟科技文化的這個單位 去做一個人才的培育跟基礎端的這種建設 這樣子的話它才能夠整合一個新的 國家的文化政策去做為以後的一個人才的儲備 那我希望二十年後的台灣能夠 已經像軟實力而且發展得非常好 第二個呢我希望我們的生活美學呢 普遍能夠扎根在社區 那過去我們在官方有很多 不管內政部或文件會 很多的社區的工作 會比較集中在鄉村型的社區發展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集合式住宅 其實相當的多 這幾十年來我們台灣已經從這個 很多傳統建築一直改建 改建層不管是小市小鄉鎮或者是大都市 有非常多的集合式住宅 這些集合式住宅能不能化成一種力量 它可以形成小小的文件會的可能性 再來就是我希望是未來台灣能夠 以有機生活為台灣人的核心價值 能夠營造生態生產生活生命 世生共融的一個永續生活的一個狀態 在我是覺得說這二十年台灣的那個奢華風 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在二十年後的台灣 現在就要一直提倡 就是怎麼樣把樸素的心 代替奢華的一個社會風氣 這個是我是覺得很重要的願景 再來我們是希望鼓勵我們的家庭提高文化消費 那再來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城鄉落差能夠縮小 我們城鄉文化之間能夠交互學習 相互觸發相互尊重 我們城市人不要把鄉下人或農村當作消費基地而已 你要去擁抱那個土地 你要去認識它產生更多的學習 再來是我們希望二十年後台灣人 不是靠一大堆裝潢來佈置你的家具 佈置你的家具生活 其實每一個人他都有能力營造他的生活 以原鄉時尚為核心價值為本 要培養具備前瞻國際視野的文化 創意及產業經營的人才 以國土規劃為一規 建立國家品牌提升人民生活美學的素養 政府要在區域創意規劃及美學基礎的建設方面 制定政策來投資建設 民間要以創新的精神來經營發展 全國上下共同合作 落實文化創業產業政策的真實的精神和內容 建設一個永續發展的鑽石台灣 那我的夢想就是在2030年 如果鑽石台灣能夠成為 不僅是只有中華文化而已 我希望世界文化所有的創意的人 他們都希望來台灣做生活 然後他們能夠創意 然後因為有這樣一個世界的精緻的創意 能夠在台灣 我們的生活就可以非常的豐富 大家會記得 很可憐 組織